繞佛琳 圣詞曲 幟臨 曲 幟臨 作曲 幟臨 那 了解法 這一刻了解法 它的好處、用處是什麼 嗯... 了解業 了解法都不是我 to understand they are not me to haveless a good love 剛剛的例子 就是你比較會 為我不善的嘛 你知道不善的業力 可以造成那个痛,不是打你的那个人。 所以智慧的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没有任何不善可以再生起了。 只能一点一滴,一颗一颗。 再次,不善的果报有几类? 七个。 是哪七个知道吗? 这七种,我们先讲前五种里面都很熟悉,掩饰有没有不善报? 有,掩饰有没有不善报? 这一是神是神是,就五个了。 刚刚讲说掩饰之后是不是领受心? 它也是果报,它也可以是善或不善的。 它既然是果报,有可能是善或不善。 那好,现在剩到第七个了,对不对? 领受心,下一个心是什么? 推渡。 掩饰。 对,只是一刻嘛,对不对? 对,对,推渡心只是一刻。 推渡心是你吗?没有人。 双五是掩饰生起之前,那个心是什么? 掩饰生起之前是什么心? 我们转向心,我们转向心。 Erdhvirtin,Nepanchadvara。 OK,what charity is it? 它是果报,它是果报善心不善心还是微作心?哪一个? 它是果报。 Vipaka。 No, see,that's why you have to learn. 哦,它应该是微作吧? Kiriyah。 Yes,why do you say Kiriyah? 你为什么要认为它是微作心? 它是自行功能。 It just perform the function. Because it can experience five objects through five doors. 五门转向心,为什么叫五门? 它可以在五个根门都生起。 它不像眼是只能在眼门生起。 当然也是因人生起。 So w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seeing? 是什么让它跟眼是不同? 是什么让五门转向心跟眼是而是不同? 烟。 Karma。 Karma。 Karma condition of vipaka. Kriya is not condition but vipaka. No, so how can it be kriya? What can't it be vipaka? 演示是业的结果,那微作星不是任何业的结果,它不是果报嘛,所以它不可能是业的结果 如果瓦玛的状态,它只能够经验鲁斯拉瓦玛或阿鲁斯拉瓦玛 但它能够经验五个瓦玛,所以没有结果的瓦玛 它如果是业的结果,它应该只会经验善的或不善的,而且只会在一个门而已 可是它在五个门里面,而且任何善报不善报它都可以经验 不管你现在,接下来的演示、耳士、彼士、舌士,不管它经验善或不善 之前都是这一个心,都是这个心,五门转向的心 所以它跟善不善没有关系,它跟果报没有关系,它是微作星 有另外一个原因? 有没有其他理由它是微作星? 有什么是让这个五门转向的心不同于果报的心或是其他微作星的? 这个微作星还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假如是微作星的话,一定是智慧 蛤?它是微作星? 不是,我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微作星是... 不是,老师的问题是,还有什么让这个心很不同于其他的心? 这个心还有什么特色?让它跟别的心很不一样? 它...它没有善不善 这个是它 然后...没有心、心、锁 没有心、心、锁 不是,不是...我不是要讲这个 因为有什么东西也有ša 哼 魏作星是一个中心的 kiriya is neutral it is a translation but by way of chātī it is kiriya 不是,那只是繁蜜而已 不知道,我很期待知道 它跟掩飾的不同是在它需要不只七個新手 它需要更多新手 掩飾額是只需要七個 那它跟掩飾還有一個不一樣 它需要新手比較多 你是指揮五門轉向心 因此只有十個心,七個心手而已 其他的心都超過七個心手 雙五四總共是十個心 只有這十個心,七個心手而已 其他的心都超過七個心手 我們圍住心裡面有沒有剛剛講的那七個心手 應該有 是的 是的,就是因為十個心只有七個心手 其他至少都有七個以上 至於我們能能夠看到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 十個不及爬ふ 十個雉身之間 十個萬物之間 十個萬物之中 十個萬物之間 十無論一 complimentary 十個萬物之間 十足一的闡 herkes式 十足 十足打很多萬物之間 所以我们开始去了解这十个心,这双五四,比如说就只是去看,就只是去听而已,非常短,现在看,听就结束了。 能够看的心有几种? 去看的心可以有几种?能够去看的心有几种? 去看的心只有善报或不善报的心,两种,那去接受的心有几种? 去看的心有几种? 去看的心有几种? 是哪两种? Akusala Vipaka and Kusala Vipaka Sambadijana, Akusala Vipaka and Sambadijana, Kusala Vipaka Sambadijana就是领受心的意思,它是果报心,所以就有善或不善,这两种。 那接下来,推度心有几种心可以执行它呢? 推度心是什么心?有几种? 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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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果報的推渡心 當這個不善的果報推渡心升起的時候 它伴隨的是中性的感受 我們剛說三種善報的時候又會多一個 只要這個經驗的對象是非常強烈想要的 這個時候伴隨愉快的感受 在這個推渡心就會出現愉快的感受 如果那一個對象是很想要的 而且又是一個善的果報心 所以三個不同的善報 可以做了一個善報的作用 的作用 在研究 只要一瞬間 然後離開 完全不知 就跟前一個零獸心一樣 它只是多了一個善報的種類 如果是很想要的對象 是很想要的 對象 所以目前我們講心路過程 第一個就是轉向心 對不對 我們轉向心 它是微作心 它可以在五個根門任何一個 它可以經驗任何善的或不善的果報的對象 所以它是微作心 在這個轉向心裡面 不只七個心鎖 超過七個心鎖 然後它是接著 看到、聽、嗅、嗅、咻、觸摸、觸摸、觸摸 有十個刺激 可以做到這些行為 然後是首發指性的 因為是個牌似 향 或者就位科夫斯 따라 接下來的就是雙五師 鮮就是善報或不善報 然後最近自然配歌 就是兩種歌詞 所以雙五師之後的第一個果報心是 是領受心 散報不散報 緊接著推渡心 散報散報不散報 那兩個散報裡面有一個會是有愉快的感受 因為那個對象是很想要的 然後推渡心之後呢 是什麼心 記得嗎 Votapanna Votapanna 什麼是Votapanna 那什麼是確定性 Vipaka It's not Vipaka, it's Kiryachitta 接下來的確定性是偽作心 It's actually the same kind of cheetah that adverts to the object in the mind door But here it has the function of Votapanna And no matter what kind of object it is That Kiryachitta can arise 這個確定性呢 它事實上也是一門轉向性 OK 它也是一門轉向性 那它的功能在根門的時候 就只是去確定這一個 In English it often has a translation of determining But this is very misleading So I try to avoid using it It's actually just one more Kiryachitta That has to arise between the Vipaka cheetahs And the Kusala or Akusala cheetahs that follow Those Kusala or Akusala cheetahs Cannot immediately follow the Vipaka cheetahs So there is this one Votapanna cheetah Kirya cheetah Arising before those moments of Kusala or Akusala 其實巴黎文叫Votapanna 可是我們翻成確定性 英文也是叫決定性 這個有一點點誤導 其實因為這個心之前是果報心對不對 這個心之後接下來就是善心 或不善心的塑形心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只是要多 這個心的微作心在這裡 就是塑形心沒有辦法緊接著果報心 中間要有一個鋪路的過程 是這個微作心 And then as I mentioned Kusala or Akusala cheetahs Wha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Kusala cheetahs or Akusala cheetahs follow? 緊接著是塑形心嘛 只要不是阿羅漢就是善或不善 那是什麼決定善或不善 If it's Panya it's Kusala If it's Panya it's Kusala Definitely if it's Panya it's Kusala And what would Why would Panya arise rather than Loba as usual? For example What determines whether Panya arises Or Akusala cheetahs with Loba and Moha as usual? 是的 智慧生起一定是善 可是是誰決定智慧生起 為什麼不是他那來生起 是誰讓智慧生起的 現在問題不在他是不是善 他就說為什麼是他生起不是貪愛生起 他是善的他就不會是貪愛啊 Susan not getting the point yet So she said if it's Panya then it's Kusala It cannot be Akusala But what conditions Kusala to arise at that moment And not Akusala Like usually now after seeing, hearing, smelling, tasting, touching Usually Akusala cheetahs arise Why do Akusala cheetahs usually arise And why could Panya arise for the one who has developed Panya? 當然啦 智慧一定是善 那一刻不會有貪愛跟他一起 這個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說 為什麼是智慧生起 是什麼因緣條件他可以生起 那為什麼我們一天之中大部分都是不善 是因為因緣條件讓不善生起嗎 是夜報嗎 是因為是Vipaka嗎 如果現在Kusala起到現在 Panya起到現在 為什麼Panya起到現在 而不是Akusala 在這個時候 是因為Karma 還是什麼原因 什麼情況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素行星 對不對 素行星是善業或不善業 跟果報沒有關係 現在在討論的是素行星 生起的如果是智慧 憑什麼生起智慧 根據什麼可以生起智慧 所以這邊又回到 你剛說是果報嘛 所以夜會造成善業或不善業嗎 不會嘛 不會嘛 夜只會造成果報 善業或善業跟夜沒有關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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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看到、聽、聞、喝、喝、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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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觸、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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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討論的是善業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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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業 就是业的结果了 苏醒心是业 就是业力的 所以是善业或不善业而已 刚刚心路过程前面那几个都是果报心 然后换一个为作心 再开始善或不善了 我们刚刚不是问智慧是为什么是生起智慧 那如果过去没有累积智慧 有很多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有累积智慧 就好像生起贪爱 累积很多贪爱所以贪爱容易生起 所以愤怒现在是过去累积的愤怒 是主要的原因 其他新手也一样善或不善 所以今天的诗慧跟昨天的诗慧有关 昨天的诗慧的累积会帮助今天的诗慧 昨天会诗慧也是过去曾经有诗慧 也会帮助昨天的诗慧 就是这样累积累积成为它逐渐一个更强的习惯 就是因为这些倾向 累积善得多的就容易起善心 累积不善多的就容易起善心